健康一生青 越看越年轻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一生青 今天来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古松老师 欢迎谷老师 欢迎谷老师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一生青 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健康一生青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与我们联系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健康一生青的抖音号 和我们随时留言互动 7月16号就入福了 提醒您 今年的福天呢还是40天 注意防暑降温 天儿太热 很多人呢都会有点不舒服 可有的人咋喜提了升级版的福天难受呢 哪儿都追在车 吹上空调 晒碎神仙 抖心和脚心呢就像冒鬼一样 吹空调也不行 恨不得手里装个冰块 热得想喝水 尤其被酸便汤下肚 甭提多爽了 就是口干 喝啥都不解渴 一天喝800水也不解渴 热得心烦呢 出事偷汗就好了 看谁都不得劲 这脸都痛哭的 可能大家谁都会有点不下天了嘛 对吧 但是为什么求助观众这个热可烦 全都比一般人升级了呢 网友小雨就跟我们说 他说和我那真是一样一样的 我感觉整个夏天吧 都是三福天 就感觉自己是在蒸笼里边 桑拿房里带着一样 其实这样的朋友还真就挺多的 如果到了三福天以后 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谷老师 这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 你说天气热 大家是不是都热 我觉得他也不应该比我们热太多 但为什么热可烦 那症状却要明显那么多呢 我们老百姓经常所说的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天气一热 炎热的天气侵入到人体之内 人很热很烦很燥 我们就会发现周围的人 有的人表现出来的特别严重 有的人表现的还可以耐受 那也就是说热可烦升级的朋友呢 那一定是身体里的家贼 勾结了外面的这个外鬼 就导致了自己的热可烦的症状就更严重 理解的非常正确 大概意思咱们懂了 就是外鬼指的是鼠热 比如说鼠热之气 那热可烦是咱们中了鼠的 这个招之后的表现 鼠热之气是很正常的 如果超出人体耐受的范围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外鬼 这就是人体受不了了 热可烦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感受鼠热之邪之后的 一些的主要的表现 当然了还有一些的 半间的症状表现 你说你口渴的话 你想喝什么水呀 冰水 那肯定是凉水 对 为什么呢 这凉水能够降体温呢 当然了我们并不主张喝太多 这个时候想喝凉水 是人们的正常的一个欲望 再有这些这些心烦 心烦会导致什么 你白天烦 晚上再烦的话 这个人极容易出现热扰心神 出现什么呢 失眠了 失眠 失眠睡不好觉 那你想想看 这一晚上睡不好觉 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一白天 就没有劲啊 那就会导致人的心烦更重啊 夏天的暑热 就是咱们所说的外鬼 刚才说的热可烦 就是暑热惹的祸 如果就暑热这个外鬼 一个人作妖 还真陷不计什么大风浪 即使出现了热可烦 也不会太严重 挺一挺就过去了 不过要是有了家贼 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热可烦这些表现呢 就要升级 甚至呢 更严重 外鬼找名为了 更重要的热物呢 我们得挖出来家贼 对吧 家贼是什么 热可烦的朋友们 身体的家贼 古老师有没有方向 有啊 那么我们就问问 这些朋友们 什么季节 什么情况下 他感觉最舒服 冬天呢 最舒服的 手心脚心都热 浑身热不苦 冬天都不用戴手套 我们互动群里 这位叫小雨的朋友 就说了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那么冬天呢 相对来说是最舒服的了 因为外面冷啊 所以它能平衡啊 家贼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 这些热可烦升级的朋友们 这个家贼 应该就是身体里有热吧 就一个热字啊 还不够准确 其实呢 这类朋友的这个家贼 所说的就是内热 内热的话 是不是身体本身里边热 那这样 不在数热天气情况下 其实有内热的这样的朋友 也是应该有症状表现的 是啊 这一类朋友 一般的来说 一年四季 它体内都是有热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 它的体内的一个环境 体内一个体质 另外呢 这一类的朋友呢 还有个特点 就是它 夏天它感觉特别难受 但它冬天感觉舒服 因为外在的气候 外在的空气比较凉 这个时候它舒服 一到夏天了 一到气温升高了 它就很难受 热可烦升级的这类朋友啊 身体里边的家贼 我们找到了 就是内热 现在的外部环境就是鼠热 如果说这些朋友在有内热 鼠热加内热 这不就是热上加热了吗 这个还不是那么简单 按道理说呢 是内热在里 外热在外 如果它这个两个热呀 不沆瀬一气的话呀 其实它是分开的 关系并不大 那就是说一定要内外勾集才行 人体的这个能量是守恒的 那么人体的阳气也是一定的 如果你体内的热量过多 人体的这个能量都聚集在体内了 你势必你体表的一些的这个阳气 我们讲我卫表阳气 可能就要虚弱一些 这么一来的话 就更容易招致外来的气候变化 对人体的影响 这么一来的话 就容易出现内外相合的一些一个情况 内热如果出现的这个情况了 是卫表的阳气也会出现防控的空虚 然后外面的暑热会趁虚而入 加重内热 在中医的眼里头 这个治理体内的环境是非常重要 内热严重 外在的暑热之气又重 内外相叠加 那问题就来了 卫表阳气相当于什么 就是咱们人体的防火墙 有它在那挡着 暑热之气还不能那么猖狂 要是有了内热这个家贼 卫表阳气虚了 防火墙有了缺口 暑热可不就趁虚而入了 热可凡生极 那就是大概率的事了 内热这个加贼 会导致在暑热天气里边 我们的热可凡会加剧 咱们来捋一捋 内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一年四季 这个手脚心都冒火 特别是暑天 感觉就更严重一些了 手里还得钻块冰 有的时候你觉得吹红条 一点都不过眼 口干的不得了 喝水感觉也不解决问题 不解渴 看谁都不顺眼 脸还通红 是不是 谷老师 还有啥补充吗 还有比如说这个 口气比较重 爱出汗 这一类有内热的朋友 可能大家都很奇怪 他的内热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一类的朋友 原来的体内环境 它就是有热 那么这个热怎么造成的 往往是由于我们 后天生活方式 饮食方式所导致的 比如说有的人 就愿意吃那些辛辣的食物 煎炒烹炸的食物 或者是过多的饮食了 这些高能量的食物 总去喝酒 特别喝白酒 打鱼打肉的这些 那么超出人体的脾胃 运化的功能了 那么积热就产生在里边了 起提热可烦的 并且在暑热天气里边 升级的这类朋友 那我们该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互动群里有朋友说了 说解暑呢 还得绿豆汤 像这种升级的朋友 给他来点冰冻的绿豆汤 怎么样呢 我觉得挺靠谱的 你看害怕冰冻绿豆汤的 应该都是脾胃虚寒的人 那你看你现在正好 身体里有一团火 给你喝点冰冻的绿豆汤 不正好吗 这个可能会舒服一些 但是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说这有点 太难为绿豆了 解暑神器绿豆汤 为啥就解决不了 升级版的热可烦 这个由家贼和外鬼 联合勾得出来 升级版的热可烦 又得怎么来解决呢 胡老师其实手里边 握着一个妥妥的名方 我们先把这个方子 先放到下一节广告回来 我们回来跟大家揭晓 这个小方的秘密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湿热的表现呢 没有内贼引不来外鬼 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出一身透汗 力量还不够 凝豆一米 稍微得欠点火 看看这个 看看行不行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欢迎大家在收看 健康一身轻节目的同时呢 也关注我们抖音和微信公众号 随时与我们联系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 谷松老师 欢迎谷老师 欢迎谷老师 大家好 广告之前我们说了 有一些朋友 一到暑热天气的时候 由家贼就是内热和外鬼 就是暑热一起结合 导致了热可烦的升级 绿豆汤呢 谷老师说了 说这个有点不解渴 绿豆汤啊 结暑清热 确实是很有一号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但是大家要想到 这个绿豆汤 它是清热结暑 它是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于外来的暑热 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热可烦的这个升级版呢 是家贼与外鬼互结而成的 所以说呢 你单纯解决一个 外来的一个外鬼的 这个暑热还不行 还得把这个 里边的家贼 这个体内的热 一并给它解除 这类朋友 它必须内热外热一起去掉 所以绿豆汤 它的功能就达不到了 这个呢需要一个内外监制的一个办法 有一个小茶饮 可以是内外监修 内外监制 把体内的热和外来的熟热一起治疗 方子的发明人呢 还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 认识啊 这不是李时珍吗 本草纲目吗 是不是 腰间的肥油咔咔掉 人鱼腺 马甲腺 我想要 全民都在最近在跳的 本草纲目的剑子操吗 你这都是哪跟哪呀 我都觉得你跑偏了 我们互动群里就有朋友 查到了这个名方 说专门是对付内热的 是李时珍的一个名方 叫冷银子 其实古人呢 很早就关注了这种 内在的邪热 对人体的一种伤害 明代的一家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当中 就记载了一个 能够解决内外之热 特别是体内有邪热 外边有鼠热 导致人很难受的这种状态 他这个房子就叫冷银子 都有啥呢 来看看房子里面都有啥 这个小茶饮挺简单的 只有三味要 那它是内热外热 都一起管了吗 你看这个荷叶 荷叶主要就是对付暑热的 荷叶本身呢 就是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 大家要是到过那个 河塘边上 池塘边上的话 看这个荷叶就能看出来 对于这种暑热天气的 昏头脏脑的 用荷叶效果非常好 这两个药呢 一个是甘草 而且这个甘草 必须是生用 这回就不能密制炮制了 因为生甘草嘛 它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生甘草能够解百毒 这个时候就发挥它 清凉清热的作用 另一味是什么药呢 那个药 是比较小众的药 叫虎藏 听着名字挺霸气的 虎藏啊 主要用这个药物的根和根茎 它这个根茎啊 就像我们这个人们 那个主那个拐杖一样 它是在地下横着掌 另外它这个外形呢 那个颜色 褐色 稍微深一点 身体上呢有这个花斑纹 类似于老虎身上的 那个这个纹类 皮肤上的这个花斑 所以说呢 叫做虎藏 虎藏这位药名字挺霸气啊 它还有一段 和药王孙思苗有关的传说 相传呢 孙思苗啊 到山里采药去 就突然听见不远处 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声音 急忙跨过小溪 发现对面 这个岩石上握着一只 吊精白鹅猛虎 不对啊 是吊精白鹅病虎 但见这只病虎 已经是有气无力了 眼巴巴巴的就 望着这个孙思苗 孙思苗走上前去 那个虎就慢慢的 将爪子抬起来 放在他膝盖上 孙思苗一见这个 虎腿上啊 又红又肿啊 就急忙从药囊当中 掏出药来 捣碎 去山泉调好 一边扶在老虎的腿上 一边又把这个药呢 给老虎喂下去 几天以后 老虎的腿病就痊愈了 从此呢 这个老虎跟孙思苗 形影不离 就成了它的作剂 而药王给病虎治腿上 用的药 就是这个虎脏 虎脏呢 这个药呢 其实呢 它这个治疗范围 是很广的 有清热力湿 那有活血化淤 另外还有一个 去弹湿的作用 就这三位小药 就要把内外勾结的 这个热 就要得清除掉 那像虎脏 生肝草和荷叶 都各用多少呢 虎脏可以多用一些 虎脏15颗 那么生肝草呢 用6颗 荷叶呢 用10颗 煎煮一下 最好 如果要是不煎煮的话 用开水浸泡的话呢 虎脏最后 最好给它打碎一些 也可以 热可烦 都已经升级了的朋友 今年又是家常版的三福天 40天呢 如果这个朋友 一年四季 都是有内热的话 比如说这个 手脚都热呀 手脚心热呀 想喝凉水呀 然后口渴 想喝凉水 心烦 口气重 这一类的 体内环境有热 都可以用 但特别是夏天 夏天应用的效果 最好热天气过长 那么这个饮料啊 可以适当的多喝几天 用不着天天喝 症状表现一直有 那你就一直喝下去 如果感觉 稍微的有些缓解 我们可以慢慢的减量 一到秋冬季节 外界的气候 如果要是凉下来的话 这种体内的环境 也能够改善一些的话呢 就不必再用 如果要是没有内热这种情况 然后到了夏天了 鼠湿很盛的时候 有点渴和烦 那我就用绿豆汤是可以的是吧 如果体内的热像不明显 然后呢 就是由于暑热外胜 吃点绿豆汤就可以 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啊 有一段时间 人就会感觉 身上黏黏的 然后胃口也差 有这样的伙伴不在少数 身上是有点黏糊糊的 洗个澡就好了 今天洗澡呢 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非常想洗完 还是全身 还是黏糊的 天热不爱吃东西 胃口差 我怎么看着有湿热的表现呢 湿热在夏天确实是很常见 特别是在三福田里 老百姓都感觉三福田里的潮气太重 这个时候呢 外界的潮气重 这个时候人体就感觉很不舒服 这些朋友的烦恼 不是普通的这个湿热 而是升级的 因为什么是不是身体里又有了家贼啊 对啊 那是一定的啊 我们总说的没有内贼也没来外轨啊 问问这些朋友吧 他这种情况是一年四季都有啊 还是只是夏天才有啊 我让福田一年能有十六多个月都这样 也就秋天能好点 咱们互动群里啊 有朋友已经猜到了 说这类朋友应该就是本身就有湿 应该是内湿吧 对啊 这就是所谓的内湿 正是应对了我们那句老话 没有家贼也没来外轨 在金贵要略新典当中 记载这么一句话 叫众湿者亦必先有内湿 而后感外湿 如果说没有内湿的话 可能你外边的湿热 环境湿热 咱们可能也不一定能惹到身上来 就是这个内外结合了 这一下就出现问题了 有了内湿 就多半就容易引起外湿的侵入 这就叫内外相合 吴老师这个湿分为寒湿和湿热 那这个内湿分不分寒和热呢 中医讲湿为阴邪 它本身就是凉的 这是它产生的最初始的状态 那么由于这个湿属于寒凉止气 因此呢 单纯的要是体内有湿的话 它就是偏凉 偏寒 偏阴 如果这个湿要是长期 堆积在体内不去除 就会出现于耳生热的表现 体内是湿热为主 咱们来认语这内湿这个假贼来 一年四季都这样 那是一定的 浑身都是黏腻啊 体内的湿主要还是折之于 脾虚生死 总理讲啊 这个湿血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脾虚 脾虚不远化水湿 导致的水湿内庭 因此呢 它会出现这些 一系列的这个 施着粘力 施着内圣 施主气机 比如说腹脏 腹泻 食欲不振 昏头脏脑 浸发无力 一系列的问题 升级版的湿热 咱们身体里的家贼找到了 就是内湿 那这个和内湿这个家贼 相互勾结的外鬼 又是啥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外湿啊 主要是湿热 鼠热之气 鼠热之气 就是有湿 湿性比较重 因为湿热这么严重啊 它也是有原因的 内湿嘛 这个家贼 和外边的这个湿热 内外勾结了 惹下麻烦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互动群里的朋友 看到了一个方法啊 说出一身 透汗 就能够去湿热 这个呢 确实有一定作用 但是呢 力量还不够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 现在进一段广告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湿热的表现呢 没有内贼 引不来外鬼呀 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出一身 透汗 力量还不够 凝斗一米 稍微的 欠点火 看看这个 看看行不行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欢迎大家在收看 健康一身轻 节目的同时呢 也关注我们抖音 和微信公众号 随时与我们联系 今天来到现场 我带大家传递 靠谱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教授谷松老师 欢迎谷老师 欢迎谷老师 大家好 上一节咱们说到 有些朋友在三福天 遭遇了翻倍的湿热 年匿 腹胀 腹泻 通通加倍 而且这些朋友 一年四季都这样 到了三福天 就更难受了 其实这也是 家贼和外鬼 相互勾结惹的祸 家贼是啥 内湿 外鬼呢 就是这个季节 避无可避的暑热 那这些湿热翻倍的朋友 该咋办呢 我们互动群里的朋友 看到了一个方法 说出一身透汗 就能够去湿热 出汗呢 确实能带走一部分体内的湿热 但是呢 它是治标而不治本 而且这个出汗 你不能出大汗 出过了之后 还伤人呢 因为这个汗液是人体的 精液的一部分 你过度的出汗的话 因液亏需的话 也是人体的这个体内环境 缺少 正气的一部分 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血液粘稠度高了 本来这热天的容易出汗 你出汗的过多 血液粘稠度高的话 会加重一些什么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情 对付湿热的盛品 红豆一米 您觉得怎么样呢 红豆一米呢 其实也不错 但是呢 红豆一米主要 它是针对内饰 它不针对外饰 所以说呢 如果要是这种 升级版的 内外坚实 内外相和谐的这种湿热 这个红豆一米水呀 这个时候表现出来 就是稍微的欠点火候了 那这个就跟那个绿豆汤 对付不了升级版的暑热 是一个道理的 对 那我们要对付 一起整治这个 升级版的湿热 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看看这个 看看行不行 生肝草 玉米须 这俩我都认识 那另外一个 我就不太熟了 这是车前子 车前子它有什么作用 它是一个干含的药物 逆湿清热的作用 而逆湿清热而不伤人 去内湿的效果非常好 生肝草还有玉米须 它是管外湿的吗 生肝草清热 请外来的暑热 进到体内的热都能清 玉米须就是一个干淡之性 它就是一个沥尿的作用 沥水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三味药在一起 车前子 生肝草 玉米须在一起 那就是既去内湿 而且是内在的湿热 也去外湿 这三样小药都用多少呢 剂量倒不用太多 生肝草用三颗 这个车前子用三颗 然后玉米须可多可少 你抓一把 这个东西飘青的 抓一把也就是三五颗 你别看抓一把 它很轻的 玉米须啊 这一般的药房啊 有的有 有的不一定有 那么现在呢 那个包米都下来了 有卖包米的 可以跟他买一根包米 然后让他买一蒸衣 多蒸点这个玉米须 要不要他那个 那个老百姓所说 那个包米糊子 玉米须他也要扔的 我们要是自己 拿回来这个玉米须 弄过来之后 最好呢 先给他冲洗一下 用清水给他冲洗一下之后 然后呢再浸泡 那能带茶饮吗 这个呢可以带茶饮 有内湿这个家贼的朋友 就可以喝这个 那要喝多长时间呢 这个呢一般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体内的情况 感觉很舒服了 就重病继续 有人遭遇了 升级版的热可烦 这是家贼引来了外鬼 家贼就是内热 他引来了外在的属热 能引子能够去内外之热 还有人黏乎乎 胃口差也升级了 这也是家贼引来的外鬼吗 家贼属于内湿 内湿引来外湿 内外之湿相合 那生干草 车前子 玉米薛 就能将这些内外之湿一起对付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